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姐夫是行动派 所以她话不多 她就是支持你 比如说每年过年红包 她知道我要读书 她就会给了特大包 然后要生日有没有 生日我忘了 因为那都是姐姐在做的 姐姐会说这是姐夫要给你 刚好这个时候 比如说有好吃的柿子 暖柿子 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会跟德云 就说我们去回家带些东西 那当然就说这个是女婿 孝敬岳葬大人 这样子 我觉得是当太太的 就像刚才士本说的 就是要补先生不足的地方 各位好 我是毕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 珍爱缘起 我们的何瑞珍呢 跟着林德元结婚之后 是自己过着自己的小家庭生活 还是变成一大家庭的生活呢 今天来邀请到这些来宾 跟我们聊一聊 首先来欢迎的是我们的本尊 何瑞珍师姐 主持人好 还有全球大爱观众 大家平安吉祥 继续来欢迎的是妹妹 美华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护持大爱的 法亲家人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沈士鹏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沈士鹏 好啦 讲到结婚之后 为什么我刚刚会说 原来根本不是两人生活 是变成一大家庭的生活 来请我们的美华师姐 为我们说分明 姐姐出嫁以后呢 我最记得当天晚上 我们喝完喜酒回到家 觉得家里空空荡荡 家里也真不好玩 那因为姐姐其实很护家 很想家 那姐夫呢也把家 把我们家 当作她自己的家 所以呢 他们三天两头 就回娘家 那当然是大包小包啦 所以我们都很热烈地 欢迎他们 所以你看一个礼拜七天 三天两头回娘家 到底住多远 其实一点都不远 哪里到哪里 板桥到台北 重庆北路 我想呢 有幸就不远啦 那最主要回娘家 妈妈煮好吃的菜 我又不用煮饭多好呢 所以就三天两头的 就回娘家 所以她也很乐意地 就是常常陪伴你回去 这个是在婚前 就已经说好的 还是很自然而然的 她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默契太好 都不用说 她都很了解 因为婚前 她几乎一天都在我们家 那婚后呢 她也知道说 我们跟娘家的这样子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对 那她也很乐意 她很乐意回到我家里 回到家里 妈妈都煮她爱吃的菜啊 所以她 我想她是一种享受吧 我在演到这一段时候 其实我从剧本上看来 德元师兄 就是因为小时候 他可能没有得到家庭太多的爱的温暖 所以她看到师姐她们家庭这么和乐 她其实是蛮羡慕的 而且她丈母娘对她这么疼爱 所以她应该会很鼓励她老婆常常回娘家 那我们现在要请美华师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你印象当中 姐夫怎么样疼爱姐姐的 有没有你难忘的小故事没有 我姐夫 他我认为 她疼爱姐姐的方式就是爱她所爱 比如说她爱她的兄弟姐妹 像我只要到她家 姐夫一定会煮我最爱吃的 而且姐夫有一道菜 叫做高丽菜炒饭 我觉得煮的比姐姐还好吃 我好怀念 那会泡很好很好地 茶叶来让我喝 那对我的父母亲非常孝顺 我记得姐夫走了以后 妈妈常常泪流满面 说我这个女婿比我的儿子还 比我自己的子女还要孝顺 那所以我姐夫不是一个会甜言蜜语的人 她是用她的行动来表现她对家人的照顾跟关爱 所以我觉得她对姐姐的爱就是对我们都非常好 还有会帮她做家事 让她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姐姐能够做持绩 姐夫就是那个推手 在这个后来因为工作的关系 就到姐姐家住 像你后来啊 因为要再重新的想要这个考试 或者是说要去当老师 这样子的一个意愿 我觉得像大哥一样在照顾你 或者是给你一些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觉得德元师兄可能在这个部分 有没有也会跟你们谈论 或者是说适当的时候也给弟弟妹妹们 一些些建议啊或者是什么的 我姐夫是行动派 所以她话不多 她就是支持你 比如说每年过年红包 她知道我要读书 她就给了特大包 然后要生日有没有 生日我忘了啦 因为那都是姐姐在做的 姐姐会说这是姐夫要给你 那我的感觉就是说 我知道姐夫很关心 可是她没有什么口头上的言语 但是她的实际上的支持 那让我非常感动 就觉得这姐夫真是太贴心了 这边你还提到一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待人处事上面 都可以学习的 有时候夫妻之间是去替对方 去做一些 你不要讲面子 就是要有一些礼数 或者是说 让双方都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之下 我想你应该了解我们的 就是说 其实可能我们自己做姐姐的啦 或者是做哥哥的啦 就会替自己的另一半说 这是我买给你耶什么的 你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 德元师兄或是瑞珍师姐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优点的典范 让我们可以学习的 我记得像德元师兄 好像回丈母娘家 常常就会带一些 丈母娘喜欢的东西回去 那是不是也是会说说 这是瑞珍师姐要带回来给你的 就我觉得就是会帮那个瑞珍师姐做面子 对 然后也不是说做面子 她也是出自于对这个家庭的关爱 就我本身来说 其实我以前不太懂这些礼数 懂 然后从我结婚之后呢 其实我老婆这方面做得比我好 她每次一回到他们家 我们去他们家 她就会自己买一些东西 就是说 爸 这是你女婿要孝敬你的 其实我常常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但是我的另一半都会帮我做到 懂 对 这是会让我觉得蛮 很窝心的地方 了解 讲到说 先生我们回娘家 对 其实说真的真正了解 譬如说我家我爸爸是美食主义者 那我都会跟德云 因为毕竟男孩子 他比较没有办法很 很维系的是知道爸爸 因为爸爸爱吃的东西太多了 有时候那刚好这个时候 譬如说有好吃的柿子 暖柿子 什么东西 那我们就会跟德云 就说我们去回家带些东西 那当然就说这个是女婿 孝敬岳葬大人的 这样子 我觉得是当太太的 就像刚才四本说的 就是要补先生不足的地方 对 了解 了解 就是两个人都有这样子的心意 然后互相的提供一些资讯 让这样子的一个心意更为圆满 对 然后也让收到的人更为欢喜 很多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在每一集当中都可以让您学得到 看得到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感恩三位今天的分享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你车来 车来了 车来了 很真喔 批八完了以后呢 车停 然后新郎才下来 好 三 三 二 跟着梅伯下来 梅伯进来 然后进来的时候才讲说 照顾我 叫我什么 我会的 我会的 那讲完了以后 然后还没碰到 好了 时间资餐到了 好 今天他妈妈不舍 然后离开 看妈妈的不舍 爸爸的不舍 妹妹的不舍 爸 妈 就想你跟我起来 这样子很短 我的拜别父母 拜别父母真的太好哭了 杀女儿了 妈妈就有点忍住 杀女儿了 我真的不疼 姨姨 妳更快嫁嫁了 家里还还有我 不是更快嫁嫁了 家里还还有我 我就是嫁嫁了 你嫁不出去了 你嫁不出去了 我以为我是真哭又不是假哭 又不是 假哭 我就是放真感情好不好 所以比你很多 你把那个脚架全都拿去 真的 那个时候叫去 麻衣草 弟弟哥哥分的 而且还有 你还跟不到 我的那个 我的伙伴吗 有钱 真的吗 有啊有啊 我明明有 你后来都没有钱了 啊对啊 快要用啊 我老公还拿千金买公司 所以就让你吃给他嘛 我已经留好背 这个厚厚路了嘛 被收集了 是不是定安 不敢在乎你 我说 我还要跟你洗脚 你这个如果不够 我这个又剩下 这个又剩下 这个料理一直都不够了 沒關係 还要剩下 那家伙伴说一下 关纱其实不难穿 但是因为有头纱 然后又要梳新娘头 然后改妆 所以拍新娘就是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我想真的新娘也是 需要花这么多时间的 好像每一档戏都有结婚 然后都有婚礼的戏 我除了在戏里面结构了 我在戏外面 我当了十次的伴娘 人家不是说 当三次伴娘是极限 超多嫁不出去吗 所以我还没有嫁 没嫁有什么关系 可不可以跟蔡小姐没嫁 对不对 蔡小姐 看起来 看起来 很可怜 太好了 太好了 謝謝